《财富外露》 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抽丝剥茧 隐身的嫌疑内鬼 竟是他 加姆斯的老乡 谁来找你的有吧 没有 铺子不出外面 怎么这么弄得 自己人顺着气 结案隐身人 《万千八零零》 今晚播出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放一点啊 营养口味都有了 实在是香 长汤纯芝麻油 原味原香 绿色长汤 《不思议 Sci limite》 《翻误灭心》 《唯一行观的》 《四冠众中协 scope》 兴 04 季山 《作风 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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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明峰 田明峰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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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明峰 师哥 田明峰 川明峰 就别动 板曲官 不要动 听到了 别动 打手 咋的 来 天上 这一场 不要动 抗拒 情绪 抗争 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他一直在否认 他在上海从来没有干过 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你拿着告诉我就完事了 过来那么长时间 我们一直没找到你 我跟你说这是命中注定的 不是不报 时间会到 现在时间到了就报了 法治民生治理事江西 最权威的法治节目 晚间80我是胡帅 您刚才看到的是 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 田明峰的现场 面对民警的询问 田明峰不是长时间地保持沉默 就是避开关键问题装傻冲凑 那么他究竟是所犯何事呢 原来2005年也就是19年前 田明峰与同伙冒充快递员 突然闯入了 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 这栋大楼里 抢劫了张老博一家 经过警方持续不懈努力 前不久 两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但是 营绕在侦察员们心头儿的疑惑 却并没有就此消散 案件过去了19年 尽管办案民警人事公敌 但是对于此案 警方从未松懈 2005年4月12号一早 张老博一家被邻居发现 遭人抢劫 张老博更是背上中了一刀 房间翻弄非常大 从大厨啊 柜子啊 都是翻倒在地上 还有现场当然有捆绑 被害人的明显的迹象 所幸啊 经过救治 张老博并无生命危险 他告诉民警 事发前一天傍晚呢 他下班进屋时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突然遭到了袭击 张老博刚一转身 后背就被刀刺中了 失去了抵抗能力 此时他还不知道 就在他回来之前 这两个暴冲快递员的歹徒 在他家已经待了三个小时 而家中就只有他的妻子 和年幼的女孩 不仅如此啊 两个嫌疑人在张老博家里 竟然是待了整整一晚上 吃饱喝醋之后呢 甚至还玩起了家中电脑 直到第二天 才带着搜刮到的 现金首饰银行卡 以及相机等财物 逃离现场 我们一般的这种 陆式抢劫案件 都是嫌疑人进入现场以后 都是采取这种快速的方式 然后控制被害人 然后结财物以后呢 第一时间离开现场 那我们当时也分析了 是不是这两个嫌疑人 那个经济比较窘迫 由于三名受害人呢 都被蒙上了眼睛 加上与歹徒之间交流甚少 在张老博的印象当中 对方都是二十来岁 一口北方口音 根据被害人的这个描述 他的口音和穿着和衣着特征 我们没办法去确定 这两名嫌疑人 具体的一些 有用的一些线索 然后被害人描述 他是说冒充快递员 然后片门进入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着手的话 也是很难去排查 这两名嫌疑人真实的身份 当时张老博的经济条件 确实殷实 但在生活当中的一家人 却从来不显财落腹 生性谨慎 也不招惹是非 不光如此 嫌疑人选择张老博一家 所在的十楼 也正是大楼的中部位置 对于作案者来说 暴露的风险是很大的 如果对于一些 随机作案来说 他们光天化日 下午三点左右 进入被害人家里面 然后完了再待了十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再出去 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在一个并不适合的 世界和地点 凭空冒出的歹徒 仿佛是瞅准了张老博一家 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 他们对张老博的家庭情况 乃至生活习惯 非常了解 他们肯定通过某种途径 知道了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研判下来 极有可能 还有一个人 是他们的共犯 给他们提供这些线索 但是这没有一些 有效的线索去证明 全面而仔细的现场勘察 警方成功提取到了 嫌疑人的多处生物痕迹 但遗憾的是 经过现场周边 大规模的走访 持续的赃物布控搜寻 以及对张老博一家 社会关系的调查和摸牌 并没有发现 与两名嫌疑人 关联的任何迹象 那么案件的真相 究竟是怎样的呢 伴随着时代进步 形式科学技术 也在不断地发展 2022年11月 通过已经扩大至 全国范围的数据资料库 警方当年现场获取的 其中一份生物痕迹 成功匹配到了特定目标 人员信息指向了一名 黑龙江籍的男子 田明峰 田明峰在2004年呢 在上海有一个强制戒毒的 一个现策 我们确定他在2005年3月 到案发他人是在上海 这个情况 而结案发生之后的5个多月 2005年10月 田明峰在云南因为贩毒入狱 直到2002年才出狱 回到家乡 2023年1月10号 正值北方的隆东 刚刚重获自由没多久的 田明峰 又一次被带上了手铐 田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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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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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来了 找你有事 好 田明峰呢 当时他这个抗拒 情绪抗生 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他一直在否认 他说他在上海 从来没有干过 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对于田明峰的这种态度 侦察员们并不感到意外 当年现场留下的生物痕迹 已经是他无法抵赖的关键证据 在努力突破 田明峰心理防线的同时 尽快获取 另一名作案嫌疑人的线索 才能把握主动 通过对田明峰入狱前的背景调查 侦察员发现 田明峰呢 当年还有一次 因为违法行为 被云南警方处罚的记录 当时呢 有一个名叫 于小阳的男子 不仅与田明峰 共同参与了违法行为 而且生活上相伴相随 形影不离 发现 田明峰跟他是初中同学 而且在05年案发之后 一起去了云南 我们早卧下来 他在云南服刑期间 于小阳在 帮助田明峰 照顾老人 照顾田明峰的父母 在那边 后来 加姆斯的老乡 谁来找你的有啊 没有 就这样一个 不应该也不可能 被绕开的人 田明峰却始终是 闭口不提 甚至呢 还识口否认 侦察员们确信啊 反常的背后 一定藏着蹊跷 关系绝不一般的 两个人肯定 还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被依法传唤而来的 于小阳显然还在强装镇定 正当警方准备采样验证时 于小阳开始慌了 最终呢 在无可辩驳的铁证面前 他承认了自己当年 参与作案的犯罪事实 随着于小阳的盗案供述 一直硬扛拒不交代的 田明峰也彻底动摇了 为什么两个人 要去拿着磨刀碗 两个人同事网上之后 再全脱了才回去了 至此 十九年前入室实施 抢劫作案的两个嫌疑人 双双落入阀网 但是营绕在侦察员们 心头的疑惑 并没有完全解开 那就是他们与被害人一家 并无交集 为何会对作案目标 了如指掌呢 他有个朋友 我不知道是谁 我们有一个家 给他提供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这个呢 他家亲属给他 赚钱 完了之后 我随时 我们先去抢一下 要不说你们一直问 为什么去他家 对 说 开始说 十一 没压亲 十一 就是我在劳教的时候 应该劳教的时候 但是 田明峰的供述 印证了警方当年的对断 原来2004年 强制戒毒结束后 没有去处的田明峰 找到了石某 并在他家里住过几天 当时 然而是身无分文 加上如影复发 由此萌生了百面 没钱之后 他说搞点钱 谁说搞点钱 十一 然后我也同意了 他说我就问他怎么搞 他说他有一家亲戚 家里条件没错 把这个线索提供给田明峰 那是 本人是不能参与 让田明峰去误色一个 可靠的人实施抢劫 然后把节得的财物 评分给 这田明峰表示 如果没有石某提供的目标 以及目标的详细情况 他和余晓阳呢 不会也不可能如此 熟门熟路 直奔目标上门作案 而且还敢在现场 放胆逗留那么长时间 经过调查 侦察员发现 这个石某其实是被害人 张老婆妻子的侄子 因为知道此人劣迹斑斑 张老婆一家 跟他几乎没有交往 尽管你经纪二十年未曾谋面 但石某并没有否认自己认识田明峰 最终石某承认 作案前他曾带着田明峰 实地到过张老婆家所在的小区 进行踩点 但他狡辩说 自己当时呢 只是想去看看姑父一家 石某说 他就带田明峰过去看看 然后就离开了 但是我们根据他的作案的 这个过程来看 对于一个田明峰 刚刚从戒毒所出来几天的人来说 就去小区看看 是没有这种 对地形这么了解 对被害人家这么熟悉的 田明峰说 石某带他是进过楼洞看过的 而且他们家男主人 是有一辆车 并且知道他的规律 车子是什么样子的 都是提前都是准备好 在远处也是观望过的 石某声称要看望郭府 可他应该知道 案发之前 两家人就已经因为 种种原因不再往来了 这点警方的调查结果 也已经确认了 两个家庭都可以印证 他们已经闹僵了 不来往了 被害人知道 石某这个人 劣机斑斑 而且他所谓的 带朋友过去看看 这种动机 本来就不符合常理 虽然已经到案 但此时的石某还在幻想啊 凭着自己没有在现场参与作案 而撇清自己 然而 田明峰共事的一件事情 让石某是原形毕落 他联系过 他怎么说的 他怎么联系 当时有手机吗 应该是在扣扣的 联系就说 那个是分他俩 事情办好了对吧 肯定知道有这个事 据田明峰交代 当时他和于晓阳撞后 便迅速离开了上海 但是石某很快联系上了他们 念念不忘 想要分一枚更 就是去南宁的时候联系的 没回 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不想理他了 因为本身我就要走 以后也接触不到了 用不到他 我为什么要分给他钱 想到会他 他走 因为他点应是在 这小的 也知道这个小伙子 比较贪小 这个手脚不干净 他怎么想 朝这方向去 扣子不出 我比较长 怎么这么弄得 自己人受不住气 他弄得两个强盗 两个强盗 他还没拿到什么好处 这事情做得都值得了 风弹势壁 腰疼 腿疼 疼 和红毛药酒 吸引疼痛 颈尖痛 手腕痛痛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降生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 久站 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正 输筋建腰丸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输筋建腰丸的 专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正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真相大白 张老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场劫难背后的这个隐身人 竟然是自己刻意疏远的小辈亲戚 还是那句老话 天网会会 疏而不漏 不法之徒 终将受到法律制裁 目前 田明峰 于小杨 时髦等 三个犯罪嫌疑人 均因涉嫌抢劫罪 已被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批准逮捕 收看晚间800更多精彩内容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江夏儿套晚间800视频号 还可以扫码下载 或在应用市场搜索 金视频客户端 无论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身边 了解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都市现场抖音号 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搞 一经采用可以获得 30到3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关注方式 抖音搜索都市现场 或打开APP 扫描二维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